杨幂在一线女星的位置上站稳了脚 如今自己又当了老板 旗下的女艺人纷纷大火 迪丽热巴就是最成功的一个 娱乐圈中要论情商高 杨幂当属第一个 可是娱乐圈明星的婚礼 杨幂从不参加 这一点惹很多网友热议 杨幂和刘诗诗关系很好 先见旗侠转三让两人大火的同时还成了闺蜜 可诗诗大婚时 杨幂微博送祝福 却婚礼缺席 黄晓明和Angeli Bobby的婚礼 大半个娱乐圈都去了 一线女星的杨幂也是一样缺席 眼看着唐嫣就要和罗静婚妻近了 唐嫣可是杨幂婚礼上唯一的伴娘 按理说 杨幂这回是裹不掉了 可结果让人震惊 有记者采访杨幂是否会参加唐嫣婚礼 杨幂却说 最近很忙 还需到时候看有没有时间 不管去不去都要祝福堂堂 这回答明显就是不会去了 网友纷纷揣测 杨幂为何多年来 从不参加圈内任的婚礼 原因竟是因为胡哥 要晓得杨幂跟胡哥有过一段恋情 据说那时吹牛很深邃深智 两人分手后不久 杨幂便与刘凯威成家 婚礼举行的颇为简单 只邀请了唐嫣一人 都知道杨幂和胡哥在先见三后曾有一段恋情 可就在两人感情很好时却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 而且杨幂和胡哥分手后不久 就和刘凯威公布了恋情 结婚生子一气呵成 婚礼也只邀请了唐嫣一人 网友纷纷揣测 杨幂拒绝参加圈内任的婚礼 就是害怕在婚礼上碰上胡哥后尴尬 因为唐嫣结婚 胡哥也会到现场 不知胡哥对网友的猜测怎么想 网友倒是希望他恼羞成目 奋发图强 早日找到他的胡夫人